各位愛運動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王李宗益 我是前桌球國手 目前在東海大學任教擔任體育老師 先前的講解過程是比較偏基礎技術面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講解比較進階的內容講解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內容吧 那我們今天要講解的是正手拉下旋球的技術 然後正手拉下旋球技術的時候 我們先拆開成兩種模式去進行 第一個的時候是拉下旋 高調弧圈球就是比較偏保守跟穩健的一個技術的呈現 然後首先因為球還是一樣 還球會往自己的桌面上延伸 所以我們第一個站位的時候 還是先以一隻手伸直球拍碰到端線的地方 去做一個基準點 然後抓基準點的時候 因為早期可能技術眼鏡的關係可能會很強調 站前後腳 你的持拍手腳在後方 但是隨著現在技術的眼鏡跟器材的改變 我們只要站的 自己能夠透過自己的重心轉換 把自己的步法跟自己的協調性展現出來就可以了 首先 我球拍握好以後 我們會分之為是髖關節的部分跟腿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把髖關節跟腿的部分自然的向下壓 因為向下壓的時候你比較低一點的話 才可以有順勢的把重心帶動出來 所以我單側的髖關節跟單側的腿向下壓以後 我的手這邊就自然下擺 自然下擺以後不用規定說放在屁股後方 或者是放在哪個地方 只要自然下擺 在桌面下方 球拍低於球的地方就可以了 接下來的時候就是 等球 彈跳到最高靜止點 開始下降了以後 開始下降以後呢 我們藉由他下降的力道 去跟他做一個 上下的接觸 一個向下 球向下 然後球拍向上 然後互相的去做 借力的加成 他向下掉以後 球拍往上拉 集到球以後 自然的揮過額頭 自然揮過額頭上方就可以了 借他的力道 球向下 手自然向上 然後這邊稍微要跟大家提點一下 在拉球的時候 拍面記得 如果說你想要把 弧線拉得高一點 或者是說想要加多一點保險的話 拍面保持直立腳 直立腳垂直向上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弧線已經夠了 或者是說不想再拉得太高 就拍面直立腳為前提 微微的前傾 就可以了 然後下一個 比較 進階的 正手之發力的拉球動作呢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 弧線 擊球的弧線 當球來到最高進止點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全力發力的 一個契機 所以當球彈到最高進止點的時候 我原本是 在拉弧圈 球拍是在球的下方 這時候我重心稍微微提起來 把球拍拿到球的後方 然後藉由自己的重心 從後往前帶動 一樣原本是揮過額頭 然後我們基本是在揮到眼睛的水平面的地方 自然的揮出去就可以了 最高進止點 是一個發力的機會 所以抓到最高進止點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需要弧線了 所以拍面微微下壓 所以自然延伸 向前拉 向前拉 拉到球的時候 要瞬間抓球 抓到板子的感覺 讓它產生旋轉 產生旋轉 然後接下來跟大家講一下 不管說是在拉弧圈球也好 或者是說在拉 發力的前衝球也好 我們有可能會說 幾個細節的感受度跟大家講一下 在發力的轉動過程中 我們記得是 從身體的遠端 傳遞到身體的近端 如果說你是從身體的近端 所謂的身體近端 就是從肩膀 到你的手肘 再到你的手腕 如果說你的發力 順序從近端到遠端的話 你的動作容易會開掉 發力不集中 然後如果說你是從身體到遠端 到一傳遞到近端的時候 它可以自然的把你的力道 收復起來 然後把重心自然的帶動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在手上感覺的部分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說 會一直想要用你的球拍 或用你的器材 或用你的武器 去把你的質量拉出來 但是隨著可能有時候氣候的變化 然後或者是手感的改變 那可能會一直影響到你的 自己的手感 所以拉球的時候 最重要的手上感覺 我們可以體驗說是用手掌去抓球 等於說手掌跳起來 用手掌去抓球的感覺 所以不要一直依賴你的球拍 到擊球這一下 要有抓球 抓球拍 抓板的感覺 那力道才會瞬間的集中起來 不然那力道會太匀速 或者是力道的時候會太過於分散 那我特別要講一下 就是說會有一個 層肩的理論 因為現在球體 它的旋轉沒那麼強 甚至它球比較重 那如果說你層肩的話 如果說沒有順勢的把你的重心帶起來的話 你光一個層肩的動作 那可能你的重心會 越拉 越後揚 所以這層肩的動作的時候不用刻意去層肩 最主要是在 重心的轉換的時候 在於你的髖關節跟你的腿部的東西就可以了 所以上半身 只要自然把你核心撐穩 你的身體的平衡點 抓好就可以了 然後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那我們就下集見 再見 GOO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